您这有点像军汤火辣汤 你放到臭豆腐里 很炒花 今天这个东西吧 就是把早餐当成晚餐吃 又让你把晚餐当成小吃吃 我们大概是晚上七点左右过来的 首先一到门口就看到了这排队的时刻们 看起来人气还是相当不错的 能给个七点八分 不过我们抬头看了一眼门头 这不就是卖臭豆腐的吗 就算前面加了军汤两个字 也只能算得上是个小吃 又和导演说的早餐晚餐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要叫军汤臭豆腐 因为我们家这个汤里面有好多种菌类菇类的 都有哪些菌啊 青豹菇了 红草花 你放到臭豆腐里 红草花 您这有点像军汤火辣汤 感觉主角变了 咱们平常是火辣汤里面放点豆腐 喝这个是 对呀 加点火辣汤 您这个多少钱一份 大份的就是12 小份的6块 听这价格是不是也像火辣汤 要不是这家店主打的是臭豆腐 光看着能稠的汤 真的会误以为是火辣汤 就连里面的配料都很像 店里所谓的菌汤臭豆腐 大份12块钱是10块大块的臭豆腐 小份6块钱是8块小块的臭豆腐 提前研制好的臭豆腐 在油锅中炸熟之后 浇上一整勺绿制的汤汁 再来点蒜泥 辣椒 花生碎和香菜点缀 出餐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除此之外 店内还有特色的水果泡菜臭豆腐 和老实罐汤臭豆腐 价位都是10块钱 怎么想到就是把菌类放到这个胡辣汤 怎么想到把菌类放到这臭豆腐里了 臭豆腐配着汤 然后它的味道更加的鲜美 就等于说是增鲜的菌类 对 山珍海味那个珍不就是菌类吗 山珍海味 就这些东西您都没放 您就放了个珍 就把它跟山珍海味搁一块了 是吗 臭豆腐肯定是不一样的 这是汤料 从味道上来说 跟其他的臭豆腐的汤 其他的臭豆腐 您不会没吃过吧 我肯定吃过 在我们附近的臭豆腐我都吃过 谁的最好吃呢 当然我女家的 当然我女家的 因为你们家有山珍海味 的真 的真 和辣汤里面加点臭豆腐 咱尝尝怎么样 由于仅堂臭豆腐 大小份从个头到块属都不一样 我们就各点了一份 一共消费18元 带回去尝尝 这号称山珍海味的臭豆腐 味道究竟怎么样 这份里面它其实是有加的辣椒的胡辣汤 然后冒出了点黑乎乎的臭豆腐 臭豆腐你给它腌下去 就是真均胡辣汤 你看 虫草花 这都是咱们说那个胡辣汤里面会放的这些东西 味道也像 它这个大份和小份用的这个臭豆腐的大小也不一样 然后小份的话是6块钱8块 是这种小块的 大份的是用的大块是12块钱10块 小块来说更加精英剔透 有点适合咱们说女孩子和小孩吃 大小来说的话我觉得大份明显感觉更实在 小伙的话我觉得有它3G的这个量 你别说它吃起来不是胡辣汤 它只是长了像 你别说トラマ 黄金你不说话 inner 你别说我 主持人 很酷 然后呢给车豆腐一拿出来 没成啊 早餐 所以说你要说特色呢 它有特色 但是你要说 真的能吃出山珍海味 那个 那个倒没有 虽然老板形容的有些夸张 但这味道和形式 还是值得一试的 确实能吃出不太一样的感觉 如果可以把豆腐分的碎一些 把汤汁一整个洗进去 这样体验感会更好